逛夜市看古蹟 找來日本氣質女新常哲雅美 代言台灣觀光還不夠 觀光局砸下4000萬 要補助國內旅遊 國立組團只要在平日辦 兩天一夜以上 在台南高雄屏東台東或澎湖住一晚 每人每天就補助500元 和一半交通費 每團最高3萬塊 澎湖可達5萬 但民眾似乎不買單 那500塊並沒有補助到 我要的地方 那可能你會花的 還有更多的錢 吸引力應該不大 500塊而已 只是獨厚無限市 讓其他地方也跳腳 像是嘉義手的陸客 來台旅次下滑近四成 排全台第二餐 卻沒拿到補助 且只補助團體 恐變工協會 或春禮活動 淪為變相榜裝 看不到過去的遠景 已經 少時代沒有觀光客進來了 我們希望這個中央 不要厚醜薄疲 如果是以平日 二日有的話 平均每個人單價 大概3500到4000塊 扣掉原本他的500塊 住宿困 再少掉部分的交通成本 他其實可以多帶一個人去 路靠不來 台灣觀光收入 銳減300億 高雄甚至有旅館業者 不惜打出炒底價 在住宿站區 建國路上掛起住宿390的布條 相當於市價3到4折 還不分平假日 讓網友驚呼高雄觀光到底怎麼了 如果我們一直維持在 三五年前的那些旅遊吸引力 那遊客自然不會願意再重來 千篇一律的景點 光是彩繪春就有80座 天空步道也有13個 看一看過去2016到2017年 曾砸3億補貼業者 但旅遊人次仍少了700萬人 顯然補助並非解藥 一旦促銷結束 然後這些補助的經費用完 那這些地區又要用什麼樣子的吸引力 政策短視盡力 拉抬了短期難看的數字 但台灣觀光的未來究竟在哪裡 東森財經新聞劉沛琪和公園綜合報導